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建尼的南苏拉威西省由于供电紧张 居民用电和工业用电往往错峰使用 李子祺是当地一家小餐馆的老板 日常用电得不到保证 不仅干扰了他的生活 店里的生意也受到影响 Listik di Indonesia kadang kadang suka mati dan kadang suka jadi kendala kalau kita jualan malam hari pedagang tidak jadi beli dan pada balik lagi Indonesia Listiknya kurang bagus dan harus diperbaiki lagi 在南苏拉威西的塔卡拉燃煤电站开工现场 项目城建方 中国葛州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布 项目建成后将解决当地20%的用电量 塔卡拉燃煤电站 是中国一带一路决策支持下的一个项目 项目资金来自于中国进出口银行 为了尽快帮助南苏拉威西省电力设施建设 该项目从金融贷款方面 就加大了放款力度 加快了审批城顺利开工 除了塔卡拉电站项目外 自2006年进入印尼市场以来 中国葛州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印尼 还成建了阿萨汗一级水电站 8比8炉燃煤电站等项目 其中阿萨汗一级水电站 是目前中资企业在印尼所建的最大水电站项目 中国成建的项目不仅为印尼当地居民解决实际生活问题 中国企业也向印尼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014年印尼政府出台法律 限制原矿出口 而印尼作为全世界红土涅矿主要的出口国之一 本身并不具备原矿加工的技术实力 我现在是在印尼万丹省 吉利贡的高炉涅铁工程 目前那就是印尼的首座高炉涅铁的项目 同时呢 它也是目前印尼规模最大的高炉涅铁的项目 而这整个项目从装备到技术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目前世界上仅有中国拥有以450立方米高炉涅铁涅铁的技术 作为项目总包方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采用的设计和工艺全部是国内标准 使用的设备和材料也百分之百是国产的 在项目建设期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不断帮助当地的合作方 提升土建及安装的工程能力 在生产阶段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来自国内开炉人员 从初期的120多人 已减少到50多人 宗旨是不断把生产和操作经验传授给印尼本地人员 印尼员工奥比如今是炉前作业组组长 他现在依然记得第一次高炉投产后出铁水的情景 我工作在印尼佩洛 第一次我们制作 第一次我们出海 我们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出海 但是我们在一起 澳比现在主要的工作是操作开铁口机 开铁口机是链铁厂的一种常用设备 用来打开高炉铁口 准确操作开铁口机 放出铁水 直接关系到高炉链铁的生产效率 操作开铁口机要求在五分钟之内完成 刚开始印尼员工操作起来 都要超过十几分钟 甚至二十分钟还是打不开 不仅炉内设备有可能损坏 而且每天产量减少三到五吨 全月减少十几万美元的收入 经过不断培训 印尼工人基本上达到正点开铁口 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提高了产量 工人拿到手的工资自然也就多了 澳比如今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才到二十分钟 我务于这一型个商品 我会将理发税的光顺切节 我可以滑有生活 我可以剩可 发生孩子还是我的oul odc 除此之外,中国机械进出口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在印尼还完成了电站、港口等多个项目 2014年,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0.52亿美元 在东盟国家中居第二位,同比增长37.6% 累计投资达38.38亿美元 中国现有700多家企业在印尼进行商业活动 分布于能源、电力、农业、通讯、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各个领域 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 国有企业应该以先锋和排头兵的角色 更多地搭建起信任的道路和信任的桥梁 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相关的国家 才能国家敞开大门,人民敞开心扉 来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所有的工程和项目 感谢您的观看